位于拉脱维亚首都李家的尤格拉斯湖西侧的李家汽车博物馆 是波罗的海沿岸最大的博物馆 以收藏着超过230辆珍贵的古董车而闻名于世 在博物馆的珍贵收藏里 有一辆1966年款的黑色劳斯莱斯 这辆车位于博物馆一层的东南角 在一栋溜光水滑的古董车里 它显得相当另类 因为这辆车的前脸 就像是被轮子压过的乐视薯片一样 稀碎稀碎的 如果你仔细观看 你还会看到汽车驾驶室里 有一个面容愁苦 两眼望天的蜡像 这个倒霉的司机看起来非常的窘迫 但当客人们认出他的两条美貌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吃了一惊 卧槽 这不是你的熏龙吗 1980年秋天 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一声巨响震响了附近熟睡的居民 懵逼的居民们纷纷出来一探究竟 很快 他们就在不远处的公路边找到了声音来源 一辆看起来很高级的黑色轿车 怼在了一辆重型卡车上 事实证明 再高级的轿车去对重卡 也是光着屁股做翡翠 一软及时啊 两辆车相撞后 重卡纹丝不动 轿车前脸细碎 但是来围观的群众并没有发现驾驶员 大家十分好奇 难道苏联已经研制出无人驾驶技术了 几天以后 事情真相大白 这辆黑色轿车是带应女王送为苏勋宗的礼物 鉴于当时苏联不太支持汽车进口 所以 这个东西多少有点政治不正确 就一直在莫斯科城西闲置着 可是 最近勋宗突然想起了这辆车 就让司机开回莫斯科 结果没想到出了意外 司机撞车后第一时间去找救援 所以围观的群众们才没看到司机 给勋宗服务的司机居然会出车祸 莫斯科群众们显然不接受这个解释 很快 市面上开始流传另一个版本 说那天撞车后 一个灰色且宽大的身影从豪车中跳出来 撒哑的就跑 一转眼就不见了人影 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卡车司机都没看清那人的脸 只看见了那道弯曲且粗重的眉毛 说起来 这个都市传说肯定是假的 因为当年的勋宗已经七十好几 就算飙的动也跑不动了 不过这个传说的诞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因为勋宗确实是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业余飙车手 作为苏联历史上最腐败的最高领导人 勋宗的爱好相当广泛 他喜欢抽烟喝酒打猎 对于属下和外宾的礼物来者不拒 除了勋章以外 他最喜欢的收藏就是汽车 勋宗什么时候学会开车 准确实验已经难以考证 只知道是在卫国认证期间 卫国认证期间 苏联诞生了很多司机 而且这些老司机们车速一个比一个快 因为那年头跟他们飙车的是司徒卡 慢一步的话 没准炸弹就砸下来了 所以 卫国认证时期培养的司机里 什么弯道飘移弹射起步 都是基础操作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 勋宗开始迷上了狂飙突进的感觉 而且对汽车有了深深的痴迷 勋宗对勋章代号主要在他中风以后 而对汽车代号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早在1955年 穗宗就曾经送他一款雪佛兰当礼物 掌权以后的勋宗对于汽车的痴迷 更加肆无忌惮 经常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亲自当司机 有一个很经典的苏联校伙说的是 某一天 莫斯科的交警下令 严查城内开车超速的人 对于所有超速汽车一律开发弹 碰巧在这天 国列人间夫一时计 在坐车的时候我跟司机说 你坐后面的 我去前面开一开 某一旦人间夫驾车以后狂飙途径 一路超速飙了一大段 这一切都被交警亦万看在了眼里 亦万虽然看见了这辆车超速 却没有敢开发单 他在上级责问他为什么没有开发单 亦万说我不敢 这个人身份太高了 上级说 不是说我一视同仁了吗 谁的身份这么高 亦万说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的司机是某一旦人间夫 段子虽然是段子 但段子来源于生活 1972年 基辛格来到莫斯科和巡洞谈控制军备的事 获得了巡洞的热情接待 在谈判的闲暇 巡洞热情地邀请基辛格去某个小岛度假 还要亲自开车送他去码头 基辛格发现 巡洞开车送人时 只拉上了自己 旁边的速攻高官没有一个复合的 基辛格还挺高兴 以为巡洞重置自己 很开心地上车了 上车以后 基辛格就四巴达了 他后来在回忆路里显 我们沿着狭窄蜿蜿蜒的乡亲小道高速冲刺 我只能祈祷最近的路口出现一个警察 结束这场致命的冒险 但就算有警察 恐怕也不敢拦总书记的车 快车一路飙到码头 伯利人机夫让我上了一艘水艺船 万幸的是他没去开船 在我看来 他毫无疑问地打破了我建国领导人的速度记录 如果说基辛格是茫然无知被动受害的话 那尼克松就只能叫一心求死 1972年5月 美听松访问莫斯科 为了压苏联一头 美听松很有逼格地带上自己的总统专车 想要给薰松小刀拔屁股 让他开开眼 薰松看到美听松的林肯叫车以后 如他所料的惊叹不已 但出乎意料的是薰松的脸皮厚度 他十分直接地对尼克松说 我也能拥有一样这样的车吗 当然了 普通版的就行 不用定制 千万千万不要定制 尼克松万万没想到薰松会这么说 这人厕所里面客瓜字 你怎么张得开嘴 但话头到了这份上还能咋着 1973年6月 薰松回访美国 尼克松送给他一辆海军蓝色林肯 带着定制的黑色丝绒内饰 仪表盘上还刻着一行名文 为了美好的回忆 献上最美好的祝福 结果 尼克松又一个没想到 薰松看到这辆车以后惊喜异常 不顾周边工作人员的反对 一把把尼克松按进了副驾驶 油门一踩 绝天而去 如果只是在公路上飙车还得而罢了 关键薰松飙车的地方是戴卫营 那地上是山东区 薰松在完全不熟悉的山道上 带着尼克松一路狂飙 看到山路上几转弯慢行的标志 连刹车都不变 副驾驶上的尼克松感觉 自己不是坐在车上 而是坐在鹤上 叫他们简直是驾驾唧的副驾驶 尼克松此时也故杀外交离类了 一个字跟薰松惊骨 慢点慢点 但面对连连尖叫的尼克松 薰松没有任何减速的意思 他以80m的速度 在一个下坡弯道上飘移过弯 一脚急刹车 轮胎滋滋作响 尼克松都快晕了 但更崩溃的是尼克松的安保人员 这个速度已经远超总统的安全速度 但他们完全没法阻止薰松 而且 如果苏联领导人开着美国送的车 在美国的路上跟美国总统同步预进 这究竟算是谁杀了谁 好不容易挨到了终点 薰松下车后深情地抚摸着汽车外壳 连声赞叹道 这真是一辆好车呀 死里逃生的尼克松还不得不配合他 说大哥你也是个好司机 刚才那个弯道的操作 我这位置是开不出来了 多年以后 宁克松在合一路里吐槽 外交这他妈不是人干的活 由于薰松这个爱好广为人知 所以在薰松出访外国时 各国都会投其所好 送给伯利仁介夫汽车和勋章 以在谈判时获得便利 跟薰松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 比如官方部长乌斯基诺夫 外交部长哥鲁米科等 都有独特的技巧来在谈判桌上占便宜 但薰松的爱好 却让他本人成为了理想的谈判对象 所谓汽车质量好 援助拿到宝 勋章给的多 薰松笑呵呵 但是 薰松世期的苏联 作为世界为二的超级大国 为什么一定要收集外国的汽车呢 难道苏联自己的汽车 不能满足薰松吗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俄罗斯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叫做雅克夫列夫 他原本是个海军中尉 跟着舰队远洋四海 见多失望 不过 1883年 他因为犯了点错误而被强制退伍 退伍后的他开始研究内燃机 于1889年设计出俄国第一台内燃机 并且于1896年设计出第一辆成品车 四年以后 另一位设计师鲍里斯设计的俄国第一台卡车 成功在巴黎社博会上展出 受到鼓舞的沙晃尼古拉二世 下定在里加建立俄国第一辆汽车厂 俄国汽车工业从此起步 但是 俄国的汽车工业始终发展的不太好 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不太跟得上 于是 尼古拉二世又调拨1100万罗布 在全国建立了6家汽车厂 可是正当俄国汽车工业准备大冠快上的时候 1917年的圣彼得堡发生了一点小变动 沙皇一家过得都不太好 紧接着 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 在全国范围内和白军发生一点磕磕碰碰 几家新建的汽车厂全部被砸烂 等到苏俄内战结束 艰难立足的苏俄政权尴尬的发现 俄国的汽车工业已经废掉 最大的莫斯科汽车厂根本无法量产任何汽车 而且 当时的苏俄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之中 想要建立一套生产线 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是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巧 1929年 美国首先爆发了一些小危机 紧接着经济萧条席卷全球 本来严酷的对苏封锁壁垒 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荡然无损 手持大量现金的斯大银 一下子成为了欧美企业难得的进驻 苏联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美国福特尔下面的一个完整汽车厂 从土址到生产线整套被搬到了苏联 还包管培训工人 这座工厂后来成为了著名的高尔基厂 生产出了嘎斯汽车和福特加海鸥的经典轿车 资募斯克已经仍用修理厂的联合汽车 也在美国找到了合作伙伴 获得了稳定的技术指导和云建渠道 该厂后改名为斯大林厂和利哈切夫厂 后来 苏联最好的轿车吉姆和吉尔都有该厂出产 十年以后的1939年 苏联汽车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20万辆 实现了规模化量产 但是 苏联生产的绝大多数都是载重卡车 小型民用车只有不到10% 不过 这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几年以后二弹爆发 全苏联的汽车工业开足马力造卡车 小轿车的制造基本停止了 二弹结束以后 苏联汽车工业开始逐渐回归正常 继续魔改通用系列的美国汽车 不过 依然一卡车被住 直到1959年才正式提高小轿车的比例 1966年 为了生产便宜可靠的人民汽车 苏联与意大利合作修建了福尔加汽车厂 但这座福尔加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却不叫福尔加 而是一代国人耳熟能香的品牌 拉达 在不断增大的投入下 苏联汽车产量直线飙升 1965年 年产汽车61万辆 1975年 突破200万辆 成为了全球第五大汽车生产国 在苏联汽车生产猛增的背后 是苏联百姓急速扩展的买车需求 军中时代的苏联人收入突飞猛进 很多人开始买得起汽车 但在计划经济体之下 买得起跟买得到是两回事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 排队 汽车是苏式计划经济的经典案例 它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苏联人干什么都要排队 在计划经济下 所有的生产计划都是刚性的 汽车厂对市场需求如何毫不关心 苏联汽车的市场需求很大 汽车厂知道 但汽车厂并不会为此扩大产能 因为国家界委的生产指标就是那么多 对于汽车厂来说 它只要完成指标就可以 国家界委会根据需求逐步调整生产指标 但这个指标的调整变成是滞后的 这就造成了苏联特色 买得起汽车的苏联人很多 但买得到则很困难 需要先交钱再排队 至于排队多久 完全开人品和偏僻长度 店员告诉他 十年后过来驱车 这个人问 十年后的上午还是下午 店员说 都十年以后了 你还在我上午下午干啥 这个人说 因为十年后的上午 我的电视到货了 但是 苏联汽车毕竟产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质量更是极其不稳定 上线和下线的差距很大 苏联汽车所擅长的是生产需求性的汽车 比如重型卡车 尤其是超共型特种车辆 比较典型的是明斯克汽车厂 生产的马兹系列重型卡车 该车完美地契合了苏联的需求 拥有超强的越野能力 在冰雪骁容的西伯利亚烂泥里 坦克都走不了的路趴可以走 还能带着几十吨的货物在泥地里前进 马兹的绝大部分型号 都能在零下50度的极寒天气下正常启动 为了保证动力 很多情况下直接使用坦克发动机 从自行火炮到洲际导弹都能拉得动 在极强的功能性同时 该车的很多型号都是采用全金属操作台 没有任何内饰可言 总之对于苏联来说 汽车整那么好看干啥 能用就行 但是当把这种思路沿用到民用车辆时 苏联轿的质量就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了 拉胯 对于苏联轿轿 指派屋里的彼得罗夫 有一段很经典的吐槽 事实上 拉拉汽车指苏联轿质量的一个缩影 苏联汽车随着产量不断增大 质量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品控不言导致的奇葩故障屡见不闲 比如一个急刹车挡风玻璃飞出去 跑着跑着轮子跑到车前面去等等 至于产品设计上 设计师们觉得 汽车的核心要素是能跑 且成本便宜可量产 闲热你可以开窗户吗 闲冷就多穿点 这根本就不是事 实际上 苏联轿轿质量差 不仅百姓有怨言 连苏联高层都感觉忍无可忍 1987年最高苏维埃会议上 苏联高层就曾经狂喷汽车工业部 他们发现 当年苏联年产的六十余款汽车里 只有三款能达到优质水平 其他都是劣质货 面对着上下一致的不满 苏联的汽车厂为什么不改进呢 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了 改进汽车质量 对汽车厂并没有什么好处 在苏联的经济体制下 苏联的国产汽车 根本不存在竞争的问题 即使质量辣化成这样 也完全不愁迈 开走马力都供不上销售 为啥要冒着产量下降的风险 升级升线线 这就是苏联大多数企业的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 缺乏技术迭代的原动力 除了军工产品外 在技术创新上永远蔓人一步 实际上 苏联的科研能力是相当强悍的 在1970年 全世界每四个科研人员中 就有一个在苏联 苏联每年的新发明 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仅次于日本 居全球第二 但是 苏联的绝大多数科研成果 都存在于研究院里 没有把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的压力 只有6-7%的苏联科研人员 在企业工作 这种科研结构导致的结果是 只有四分之一的苏联科研成果 得以在国内应用 且周期长达10-12年 相比之下 美国85%的科研成果 可以在五年之内 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甚至出现了 苏联科研成果 被美国人落地应用 再当作先进产能 被引进回苏联的夺夺怪事 不过 要说苏联完全造不出好的轿车 也不尽然 事实上 在最高苏维埃调查中 那三款合格的苏联汽车 口碑相当高 只不过 几乎全部用于出口 1984年的时候 每年可以销售40万辆 甚至在西欧都有不少客户 而苏联国内 真正让苏联人满意的车 事实期间 慈父同志 下令给斯大林汽车制造厂 要求他们生产一款 优秀的豪华汽车 慈父实在苏联市场 比较朴实单纯 干好了升职 干不好去世 面对着慈父下来的正职任务 斯大林厂不敢怠慢 1936年 他们给斯大林 交出了一份难易的杂卷 ZIS-101 这辆车具有当时 所有的人所希望的优点 动力强 外形优雅 内饰豪华 后备箱空间也很大 还有内部加热器和收音机 这在当时看成是顶配中的顶配 此副看完以后 老怀大卫 当即下令量产 很快成为了 老莫斯科正红起门的坐车 和莫斯科的出租车 那么 这款豪华的不像苏联车的车 是怎么诞生的呢 如果当时有美国人看到这款ZIS 一眼就能看出端倪 这不就是别克吗 ZIS-101完全仿照了 1932年位置的 别克3290型汽车 作为苏联生产的豪车 这款车满满的美国风格 相比于后来 苏联国产的宅得可怜的福尔加和拉达 仿制别克的ZIS-101空间极大 后排座椅甚至可以坐四个人 杜格的前脸充满了运动感 在当时相对此晚的 众多汽车中显得非常灵活 同时 跟别克3290一样 ZIS-101 5.8升 8缸发动机动力相当强劲 如果说强劲的动力 在美国是锦上添花的话 那这种配置对于苏联的路况 绝对是刚需里的刚需了 强劲的动力 宽敞的空间和豪华的配置 让ZIS-101获得了慈父的认可 但手下没有任何人敢告诉斯大林 这是来自资本主义别克公司的设计 由于这款车完全复制了 30年代的别克 在外观和内饰上 吸取了别克的优点 加以少许改造 对于当时的苏联汽车而言 这属于降维打击 别克因此成为了苏联第一代豪车的原型 在个人的不懈努力下 伯雷任金夫的汽车收藏 达到了上百辆之多 难过了全球的各大品牌 其中大部分为外国赠送 少部分是国内贡献的 晚年的伯雷任金夫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再飙车 但他却依然对收藏汽车乐此不疲 正如从未有人认为他有什么荣誉可言 但他却让自己成为了世界上勋章最多的人 勋宗一生的荒唐故事 随着1982年他的去世 而终于画上了句号 在他死后 那位跟钻石兄贞不清不楚的大公主加琳娜 想要继承这些汽车 却被苏联政府断然拒绝 理由是 这些是外国领导人送给苏联的国里 勋宗作为领导人士有使用权 但这些车从来都不是他的个人财产 苏顺帝继位后 对勋宗时代的荒唐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 剥夺了本就不应该属于他的勋章和称号 将那些由记者作刀的自传从书店中下架 也将伯利人家夫从战争纪念碑上出名 对于他收藏的汽车 勋宗的吉尔115汽车被拆成了零件 只剩下了一个座椅 他的70岁生日礼物 一辆海欧汽车被砸得粉碎 其他的汽车也各有去除 而视频开走那辆被撞碎的劳斯莱斯 因为已经失去了价值 无人打理 最终被卖给了李家汽车博物馆 成为了这家博物馆中烧了残缺藏品 前来参观的游客们大概不会知道 这辆已经被撞在至日一刻的倒霉汽车 是当年那个荒唐老人的汽车情节中 仅剩下的唯一见证者